老实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一旦说美军这套海上分布式作战 它要练成了的话 那么再面对其他对手 就是降维打击了 你咋看 这个话题美军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如果海空海空一体战做成了 我就天下无敌了 如果空地一体战我搭成了 我就天下无敌了 那现在又回到这个 如果网络中心战建成了 它就天下一敌 那现在其实美军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无论是网络中心战 还是其他的很多战术 它都要需要大量的通讯以及天机平台 这是肯定是无所避免的 那么他要解决一个问题 如果战时受到天机平台 受到攻击 或者包括遭到大规模的电子干扰 他的网络中心战该怎么开展 这是他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所以说从一开始 美军研究战术都是要考虑什么 第一是尽量减少他自己的伤亡 然后取得辉煌的胜利 就像复制当初的海湾战争 以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 那种高歌猛进 然后直接杀了对方首都 然后还能抢金块多金库是吧 然后那么爽 实际现在这种情况应该说 我觉得应该劝告美军的一些高层 包括他这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有些的 我看美国的一些智库 尤其保守派智库 可能人也比较愿意说实话 就是都承认这个观点 就是一旦美国的卫星网络 遭到毁灭或者遭到攻击 当然他也会打咱的 双方都双盲了 怎么办 这个仗还怎么打 那要回到以前了 对啊 因为中方的作战都是在周边 本来就有地利和人和的优势 咱还不说天时 本来就有地利和人和的优势 你美国怎么跟他对手 所以说网络中心战 包括什么的话 可能他更多的是一种面向 比如说像朝鲜 像伊朗 提到中国 那涉及到双方的常规战 那对方要打卫星怎么办 这个美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你要打到最后 你网络中心战根本就开展不了 归根结底 美国人就是太把这个士兵太惜命了 你不付出 比如说美国现在公开说 我准备在这场战争中 付出50万到80万人死亡 那一下问题都不一样 那美军就死光了 你就换到对手要弹药 美军要准备付出50万到80万的死亡 在这场战争中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会死多少人 那我们会抖然压力 会增大 所以说美军谈的是平权 在准备美军多修几个不男不女厕所 美军就谈论这个事了 所以还顾不上牺牲多少人了